诶,又来阿雄的塔罗牌殿了 这一次,怎么这么暗啊 诶,因为都没有人来光顾 所以被断水断电了 还是一样,都没人就在等你 快来吧 这一次,我讲更细一点点 让你这礼拜好过 然后帮我宣传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来我的塔罗牌殿吧 如你所见 这次有四个力量动物 分别是卡皮巴拉 还有和平的鸽子 黄色小鸡 跟绿头的鸭子 你就挑一只吧 挑一只最符合你现在心中期待的 它就是你下周的命运啰 那我们开始吧 诶,卡皮巴拉是钱币国王 那它代表的就是金融或者投资进行相关方面的事情 那它是正位的话 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好的回收跟回馈 那我们更详细来看一下它的解释吧 我抽到的是全账二太阳还有审判 那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的话 你对你投资的标的物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更全面的了解的话 也许你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回收 那如果你在经营某些平台或店面的话 那这礼拜也许你可以把你规划已久的调整 或者新的项目拿出来咯 那你也会有好的回收哦 那我们再来看和平鸽子背后 它的牌是什么吧 诶,是教皇 怎么有一种劝人回头是岸的感觉 我们再来抽几张牌 让这个教皇的意思更加的明确吧 我抽到的是宝剑式正位 跟钱币式逆位 还有魔术师逆位 他的意思就呼之欲出啦 如果你今天有在跟人家做协商买卖 或者讨论事情 厘清厘纠纷 这类的讨价还价 那你千万就是要见好就收哦 不然你很有机会 在持续讨论的过程当中 会破财或者是被人欺骗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黄色小鸡这个背后的牌吧 倒吊人正位 倒吊人代表你换个角度去看待事情 那我们再抽其他的牌 让这个倒吊人的意思变得个完整吧 我抽到的是钱币7正位 权账8逆位 还有钱币骑士正位 他说明可能跟就是投资跟买卖有关系 你必须去衡量你的经济实力 这礼拜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或者有朋友介绍你去买一些东西 那你必须要评估自己的能力 然后不要太快去做决定 因为很有可能会把你的积蓄全部划关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只鸭子 它背后的牌吧 这张牌是正义的逆位 那它代表就是你遭遇了一些 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看 我抽到了世界正位跟权杖2逆位 跟保健5的逆位 它说明着就是你原本觉得 某件你正在处理的事情 或这礼拜发生的事件 它应该要圆满的达成这件事情 却因为你没有顾及到 整个事情的完整状况 而导致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这么好的一个收尾 而导致一些灾难的发生 而这个灾难也让你像是一个失败者一样 所以它算是一个警告牌 就是要我们要多注意 就是更多的细节 那多加防范避免不好的结局发生吧 那这周的塔罗就是这样子咯 希望这周大家也是顺利的度过 拜拜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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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